几云目中火花一闪 他是何见名法子弟 自幼游学读书在外历练 虽然看去放浪行骸不拘于理 骨子里却通明事物处事严谨 一阵兴奋过后立刻平静下来 从椅中起身做医道 六爷错爱得很了 娘娘的病得以好转 是娘娘自己身仁厚责 因此上天赐福 试想如果我不奉旨 嫌能进入内宫 进入内宫不逢娘娘急急 或者我与其皇之术毫无所知 岂不也误了事 明明上天巧作安排 只是假手于我为娘娘去栽而已 娘娘胜受未尽 即便没有我 上天也自令有救治之术 我岂敢贪天之功 他凝视着发正的名当 微微叹了口气 这要折杀几云了 这是六爷的爱机呀 清歌以灵 圣言以灵 色与浑兽 难道还不知足 一席话说的 众人都发愣 这不像是撇清 又不像是推辞 几云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呢 傅恒大笑道 小兰兄和我来这一套 不过也得问问明当的意思 他转过脸来 见明当羞得满脸飞红 笑问 你心里怎么想 可乐意跟了几先生 明当当着这么多客人 越发情窃羞涩 晕射满颊 一双浩腕不停地搓弄着衣袋 阴阴树声 不知说了句什么 傅恒笑问 说的什么呀 好歹叫我们听清楚呀 你素来不是这个秉姓吗 明当低声道 我左不过是一个奴婢 听主子的吩咐呗 有什么说的 他低着头 盯着脚尖 又小声咕怒了几句 傅恒看着他 满意地点点头 说 这也不枉了我素日教导 知礼 才子配家人 这是天成之偶 小妻子 哎 奴才侍候着呢 按照前头发送方清的力 加一倍装帘 给几先生 傅恒笑着吩咐 从明起 明当不再在园子里侍候了 挪了太太正房东乡去 这里就是她的娘家 你们以姑奶奶的礼 带她 几先生下聘后 捡个好日子 给他们办喜事 傅恒说一句 小妻子答应一声 又转过来给明当磕头贺喜 说 当初姑娘从苏州买来 前头喜望子还想求我 给主子说话 说她选出来要做外官 想讨了姑娘去做太太 我当时就给她个没趣 我说 装亲王柿子来要明当 一声不愿意 老爷就辞了出去 你也没撒泡尿 照着你那憋行 就想吃天鹅屁 突然想起 用天鹅屁比明当 大不相宜 忙 啪的 自打了一下嘴巴 改口说 想吃天鹅肉 明当姑娘 不是爷买来的 是爷从苏州制造府 歌舞教司请来的 您瞧人家走路 那份贵重 那份仪态 脸盘身材 带出来的体尊 叫我去说话 不是狗带嚼子香乐吗 今儿可好了 己先生 你是洋车头瓜 砸得脆的大才子 姑娘又是个 弄欲吹消的活观音 配到一处 那可叫怎么说呢 他正着脸 眨着眼 想了想 突然冒出一句唐诗 两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啊 他尽可能搜罗着 自己的学问 一口精白 说得会形会色 口吐白沫 顿时笑倒了众人 敦敏先还忍着 想想越发耐不住 扑的一口酒 喷了敦城一身 敦城笑着 踢了小妻子一脚 小蛋黄子 特杀伶俐的了 什么叫洋车头瓜 咋的响啊 又是什么 弄欲吹消的活观音 好好的掌顾 都叫你搅得稀烂 傅恒咳嗽着笑道 快快快快 快 伺候着姑娘下去 滚你的蛋去吧 众仆人 簇拥着名当下去 席上几个人 又乱哄哄说笑一阵 听着字名中 连敲十一声 一入子时 见傅恒面带倦意 直到他罚透了 且知他明天还要忙 便都纷纷起身告辞 傅恒一静送了出来 握着几云的手 诚挚地说道 明儿又要办正经差事了 同在一处 诸多事物 还要请多关照啊 大人放心 几云何等精明的人 立刻听出 他话中的双冠之意 点头说道 几云如此深受国恩 岂敢待乎公务 适宠取货 众人都去了 傅恒站在二门口 望着出生的一弯霉月 只是出神 六十五万两军饷被劫 已经和刘统勋谈过几次 直立总督巡抚 已派员前往 惠同高横破案 因为皇后重病 刘统勋的钦差大臣 诏书还没有下 这事明天一早 就必须请旨办下来 西南金川的军务 现在庆富张广四 还是一位调兵遣将 所想要粮 说是攻下了几十个宝子 可连搬滚沙罗奔的影 也没摸到 阿贵来信 言语含糊 说自己身在庐山 又说将熊熊一窝 似乎在指摘庆富 和张广四 却又不明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又重蹈了 上下战队的故事 打成了烂仗 这件事 其实乾隆更关心 也得抓紧 接见几个云贵 穿过来的人 盘问盘问底细 还有去云南 开铜矿的前渡 上次座报说 杀了四十多个 在矿中传教的 天理教教授 井矿安宁 是他折子里的话 但云贵总督 葛洛来揍 却弹劾他残忍成性 滥杀无辜 旷工群情汹汹 或将积成大便 这天理教 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白连教一党呢 皇帝不久 要出寻直立 他离京之前 这些事都要搞清楚 请示方略 不然出了事 都是自己的责任 张廷玉和鄂尔泰 都老命了 他们在朝几十年为相 门声固吏遍布天下 不解党也有党 无门派也有派 还在明争暗斗 纳钦和鄂尔泰 过从得尽 自问感情 又和张廷玉相投 门派之争 看来还要延续下去 他又想起一枝花 这么一个小妖婆子 怎么就擒置不住呢 有一枝花又转似到涓涓 那月夜舞剑 那夜宿马房阵 还有那驼驼峰上 落红城镇的桃林 不知受了什么东西惊扰 隔院花园里的素鸟 扑啦啦地扇着翅膀 呱呱大叫着 从头顶飞过 傅横从千头万绪的 瑕丝中清醒过来 但见月如细钩 悬在舒朗的心汉之间 蓝得发紫的天穷上 一丝云彩也没 浅淡的月光洒落下来 给花园女墙和那丛丛的月脊 牡丹花 玉蓝 海棠树 镶上了一层银灰色的霜 游近极远 欲看欲模糊 似乎一层层一叠叠 在不住地变换 他们的姿势和色泽 给人一种神秘 不可捉摸的感觉 夜半清风带着花香 那花香很杂 有月季的清香 有时还杂着石榴香 丁香 玉蓝香吹来 又有些想不出明目的香 在微风中轮番袭来 凉凉的 但浓不一地递送着 直透人心脾 这样的夜间 独自赏花布月 真真是莫大的享受 傅恒示意地将发辫甩到脑后 徐徐下街 遥望着星汉浩渺的天空 久久凝视着 心里打点复稿 草你一篇不悦诗 但连着拟了几手都不满意 心里一阵失落 更觉失思简致 只得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小妻子因主人主母都没睡 吩咐了家人都不许睡 又叫妻子 进里院招呼上房婆子丫头 都小心事后 这才出来 见傅恒苦苦沉吟 正要上前请他回房歇息 忽然听见二门外院西配房 隐隐传来哭声 忙叫过二院管家喜望 低声训斥道 日你妈的 月事后 事后出新鲜样了 没见主子正在想尸吗 那院里洗澡水 我都不许他们泼 别人都安静 倒是你老婆房里鬼叫丧 傅恒这才细听 果然西配房里传来了隐隐的哭声 是个女人的生气 似乎在竭力地压抑着 音音声若断若续传来 不用心 根本听不出来 傅恒想回到里院 想了想 招手叫道 你们过来 喜望家的是怎么了 半夜里哭得七皇 小妻子和喜望 见惊动了傅恒 一溜小跑过来 趴在地上就磕头请罪 喜望说 爷 是这么当子事 我妈原在热和黄庄 给内务服管领的妻家 当奶妈子 事后的就是现今 庄王爷门下 未清泰的大老婆 魏清泰今年七十多的人了 小姨太太黄氏又添了个丫头 黄氏没过门的时候 在咱们府西下院 当过粗食丫头 和我们家的相遇的好 她添了丫头 魏家大太太恼了 说不信七十多岁的人 还能行房 这丫头是野种 逼着问 是和谁睡出来的 打了碾了出来 这事啊 已经过去十好几年了 黄氏前头还生了个小子 留在魏爷府里 黄氏想得没法 接儿偷偷进去看儿子 儿子送了他四五两银子 还有一袋子面 叫人告了大太太 东西没得着 还当他的脸 罚小少爷跪 晒得晕了过去 黄氏啊 又叫赶了出来 他心里气苦 想寻自尽 来我家 给我妈诉诉苦情 想把孩子 拖到我妈这里 得便给大太太说个情 还收留闺女回魏家 为这档子小事 哭哭啼啼的 实在太不成话了 奴才正识多这些婆娘 小七哥听见了 傅恒阳脸想了半日 才想透这件事的 来龙去脉 所以笑道 有难过的事 还不叫人家哭 难道憋死不成 他不过是穷 你资助点银子 好生宽慰宽慰 就不想寻死了 银子要短缺 回太太一声 从公帐里置一点 他说完 抬脚走了几步 忽然觉得自己 处置得太随意了些 又站住了 说 你带他们到上方来一趟 说吧 镜子进了内院 吃酒吃得多了吧 堂儿没睡 在灯下开着纸牌等他 见他进来 丢了手中的牌起身 瞥着嘴笑他 方才叫人去看 说是在月亮底下转悠呢 可做出什么好事了 何香 给老爷把参汤浸上来 别是月下想美人 想入飞飞了 只顾从脖子往下想起 哪里还做得出诗呢 傅恒笑说 你这人 胡说些什么呀 丫头们听了要笑的 你还不是个美人吗 就像戏上说的 有羞花碧月之帽 沉于落雁之容 恐怕你在想别的男人 有笔及此 以我 也未可知 说着便喝参汤 堂儿是有心事的人 灯石脸一红 盲用话遮事 别说这些谎话遮掩了 家花再好 也没野花香啊 天杀的 别以为我有了康儿 就不留心了 上回高横家婆娘来了 你那两只眼 直勾勾的 那婆娘也不是个好东西 骚样 朗巴圈儿 爸爸爸 越说越上劲了 我不过站了一会儿月亮地儿 你就这么抢白我 你要是皇上 还有臣子们过的吗 傅恒笑了一阵 又说 也真是的 我如今竟做不出诗了 心里只是有 口里手里 却说不出来 写不来 才三十一岁 就老了不成 唐儿也换了阵容 说 那是盲公物 看折子看的了 作诗弄词的 得有闲功夫 上回娘娘跟我说的 牙役和秀才作诗故事 怪有趣的 秀才的诗说 青光一片照姑苏 这是说月亮 牙役说 月亮不止单照姑苏 应该是青光一片 照到姑苏等处才对 没的不是叫什么来着 攻读骇文 这几年你在军机处 看的都是等音奉此 再过几年 两个黄梨鸣在翠柳枝上 四个白鹿排队飞到天上 都写得出呢 还要往下说时 丫头彩绘进来禀说 希望家媳妇 带着个女人进来 说是姥爷较劲的 唐儿便问 三更半夜的 有什么事啊 傅恒便将方才的事 约略讲了 又说 魏家是常来家走动的人 他那些家务 我也搅不清 不过 听起来蛮凄惨的 佛心无处 不慈悲啊 听听怎么回事 能帮就帮他们一把 唐儿听了无话 那女人 已带着个小女孩进来 傅恒定睛看那妇人 只在三十岁上下 身着一件 电青室布挂子 已洗得发白 裤脚处坠了补丁 只是修饰得好 肘下巾上的补丁 都用绣花滚边 两边对称坠上 不留心还以为是 专门加上去的花式 瓜子脸 水性眼 嘴角若隐若现 还有个酒窝 细眉如画 几乎绵延到鬓边 朱唇阴口 胭脂不湿 天生风韵 唐儿却在看那个女孩 约莫在十二三岁 和妈妈穿的一样 电青室布大褂 只是像是重新染过 连补丁都是一样的颜色 梅子婉然如画 很像母亲 黑黑的两个眼睛 却和魏清泰的大儿子魏华 一模一样 蝌蚪一样的漆黑 流畔之间颇生精神 只是脸色苍白些 在这些华贵的屋子里 也不习惯 低着头 躲在母亲身后不言语 唐儿见傅衡 注目那女人 无声一笑 正要说话 傅衡已经开口 吃饭了吗 皇室怯生生地 看了傅衡和唐儿一眼 低声说道 回老爷的话 我不饿 求老爷赐给赖妮子 一碗饭吃 唐儿这才知道 姑娘的小名叫 赖妮子 招手叫了过来 拉着她的手细细地看 冰凉润滑的 宛如象牙雕旧 食指指甲 饱满红润 手掌却略乏血色 她抚摸着赖妮子 浓密的头发 端详着她的脸庞 口中说 彩绘 端两碟子点心 一盘子给姨奶奶 一盘子给闺女 呀 这么标致的丫头 怎么不升到我们家 老清太我没见过 总快八十的人了吧 可不是老辈会了 这么玉雕式的母女俩 就忍心往外赶 她那儿子魏华 常来府里脚 蛮清楚的个人吗 亏你在军机处管着她 怎就不管管这些事啊 黄氏和赖妮子 本来已经止住哭了的 听唐儿这一数落呀 哪里还能禁得住呢 黄氏拳着身子 双手抱着点心盘子 哽咽地浑身直颤 只不敢放声 赖妮子盯着一脸 慈祥的唐儿 双目闪烁了几下 泪 像开闸了似的 一涌而出 傅恒看了看表 已将到紫牌十分 见他们哭得不可开交 府魏说 别哭了 这种事大家子里头多着呢 清官难断家武士 这孩子是老清泰的错不了 你看看 那双鼻刺 再看那眼 还有下巴 不是魏清泰的 能生出这模样吗 这样 你们全住我府 回头 我和魏家打打擂台 打量他们还得买我的账 记得魏家是正白起的 对吗 皇室已经哭得累人一般 听见问 忙俯下身子 用哽咽的语调颤声答道 是汉军 香白起的 这么着更好 我和他们起主说话 傅恒站起身来 略微深欠了一下说 还叫喜望家的 侍候着不能当奴才对待 魏清泰是跟圣祖爷 争讨过准个儿的 带着侍卫身份的 我看赖妮子这身条 这体格 可以入宫去侍候 娘娘病重了 宫里放出去几百宫女 眼见又要选秀女了 撞一撞运气 总比这么苦挨着好 去吧 好生歇息着 几天里头准有好信 希望家的再给他们换点点心 看揉搓成碎末了 这屋里啊 他们也吃不好 他们是客 好歹别委屈了 听着了 观众 不不不不 不不不那 香 Temple difference 彼此 当cin 当相 未不不花 女 不不不 Spring 他